上百个梭子拉着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不同的方向缠绕 聚合后就会形成强大的网状结构 这就是神奇的碳纤维编织工艺 市面上很多碳纤维复合材料都是像织布一样编织出来的 机器上悬挂着一条条黑色的丝树 每一树都包含着1.2万根碳纤维丝 在梭子的交叉带动下就像编麻花一样反复缠结 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火炬外壳就是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在机器上经过三维立体编织 最终像织帽液一样被织出来的 碳纤维火炬既能耐高温又能耐火 在800摄氏度的燃烧环境下都能正常使用 除此之外由于碳纤维耐腐蚀能力超强 解析如发丝重量还不到钢的四分之一 强度却达到了钢的七到九倍 除了被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领域外 还强势挤入了我国各种制造中 比如我国自主研发的直径达260米的风机叶片 就是由碳纤维编织而成 结构轻量化后在锋利的作用下 很容易就能转动起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